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鸣 2022年我们赢列了 4号2022年首场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结束了 我们关注的是此前一天晚上发表的一份重磅声明 这份声明就是中法俄英美 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发表的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我们来听发言人关于这份声明的进一步回应 中方认为五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 它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 对于构建总体稳定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具有积极意义 中方希望五国不断增进战略互信 加强沟通与合作 为建设十九和平不便安全的世界 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一直积极倡导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 并且为五国采取共同行动 发挥了有力的引领作用 在联合声明的磋商过程中 中方还推动写入 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 或其他任何国家的重要内容 为五国达成一份内容积极 有分量的声明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风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将核力量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贡献 中国将继续为推动核领域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愿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开展合作 新年一史这份声明在国际上的分量都是相当重要 因为它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 也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 那么正如声明当中所提到的 也是中国一直积极倡导的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个理念 为五国采取共同行动发挥了有力的引领作用 那么也正如发言人所说 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将核力量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这本身就是对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贡献 未来中国也将继续为推动核领域全球治理 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愿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来开展合作 好